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志文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10月2號到10月8號 十二生肖的週運次喔 來看一下第一組 生肖 數豬 數兔 數羊的朋友呢 這禮拜的好運指數有三顆星喔 這禮拜人氣看長 貴人相助 所以這禮拜除了多廣結善緣之外 如果你生活當中有一些需要幫助的 或是你遇到一些困難的問題 千萬不要默默的去解決它 你可以把你的困難講出來 會有很多的貴人願意來幫助你 來脫離這個難關喔 所以這禮拜要記得不要埋手苦幹 然後自己悶著做喔 這樣心情不好 那貴人也不會發現你的問題 來看一下生肖 數虎 數碼還有數狗的朋友呢 這禮拜的好運指數有四顆星喔 這禮拜可以說是得心應手 做很多事情有種順風順水的感覺喔 所以這禮拜一定要多加把勁呢 排除你工作上的一些難關的問題 然後呢這一禮拜在工作上呢 要記得喔 多多的去跟你的長官 或是你的同事呢 一定要打好關係喔 有時候呢不要為了一些工作上原則 然後跟很多事情過不去 因此而卡關就太可惜了 所以呢一定要放下你的執著 才會幫助你的事業呢更加的穩定 更加的興旺喔 好來看一下生肖 數蛇 數雞還有數牛的朋友呢 這一禮拜的好運指數呢 只有一顆星喔 那這個好運指數比較低的情況下呢 要特別注意有一些意外血光的災害喔 所以呢騎車 開車 包含走路都要特別小心喔 不要成為別人的眼中的三寶 然後呢自己也可能遇到三寶的問題喔 所以呢這一禮拜可以建議多去捐血喔 然後化解一些血光之災的問題 然後讓你呢 在這禮拜都可以平安順遂喔 好來看一下生肖 數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呢 這一禮拜的好運指數呢 恭喜你有五顆星喔 好這一禮呢 財運大要盡喔 而且呢你可以留意一些投資的訊息 尤其呢偏財的可能是股票方面的 或是長期基金的佈局啊 甚至於買房賣房在這個禮拜呢 因為呢田宅公有來好運指數來動 所以呢這一禮拜呢 田宅公方面呢可以說是非常的旺的喔 你可以去買房賣房呢 都可以去設列一下 好那會讓你呢在財庫方面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穩定 而且有進財的機會喔 好來看一下我們本週運勢加碼的部分喔 財運最強特別恭喜生肖數老鼠的朋友 以及工作運最旺呢 恭喜生肖數狗的朋友 還有桃花最旺 恭喜生肖數羊的朋友喔 那這禮拜呢 逢到了10月8號 禮拜天呢 就是我們的寒露節氣喔 那逢到寒露節氣呢 別忘了喔 可以為自己的下半年的抵抗力 健康慾呢 可以多加強佈局喔 那建議大家呢 可以在東方呢 可以來祈求要是否 或者是呢 在東方呢 可以擺放呢 就是一盞燈 那你可以點這個蠟燭 或者是點一個長明燈呢 連續點七天 可以幫助你呢 在無形當中 健康慾呢 大加分喔